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复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就緊急來錄製第三部副盤影片 那我決定就是 要把這個 我看的時間也算進去 所以我剛剛都還沒有看 那我們就 直接從 三幅畫講到南法 那這部是第三部 那還有最後一部就是 陽明光跟台達電 台達畫 如果說想看了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從三幅畫開始說吧 那三幅畫其實我在今天的時候稍微看一下 因為 我今天在盤中的時候找一些盤榜裡面的這個亮大鼓 看到他有一點起 這個量 他的量 這亮大鼓應該就是 所謂的是平常的量比較少 突然很大 這樣子 那整體看起來 是有點畫得很亂 反正我們看一下 反正我們主要的話呢 就是 把這上掉 之前他的頭部做的還蠻漂亮的啦 雖然說這邊還沒有碰到 這邊沒有碰到 司座還蠻漂亮然後 後來他跌破了 這邊是 一個上升趨勢線然後看漲 然後可能 看 突破這邊回撤在做進場 當然 在上升趨勢線的位置做進場也OK 只不過在於說你這邊算上去的盈虧比如果好 當然可以做進場 後面跌破了 跌破之後呢 上升趨勢線一樣可以移下來 那這樣的操作變成說 會有人覺得說你畫這個線到底有什麼用 你畫這個線還不是最後跌破的話到底幹嘛 對那所以我們就是會加適合一些條件 譬如 我們覺得說盈虧比好 我們再進 或是說等他突破能夠到達下一個位階 下一個位階的這個 不會被壓到的這個 這個價格可能離比較遠一點 我們再去做進場 所以目前屬於 一樣啦 因為他價格來到了 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16 162左右 16我們抓一個5塊錢的價差 165到160這邊就是他的一個 支撐壓力轉換區 對那 我們去畫上來可以發現說可能還是走多頭 不過 就是等待越過去再說吧 這邊越過去可以到達200 那我們這一個 我們切個比較遠的來看 遠一點就是其實就是周線級別 那周線級別這個位置好不好 好大家去評估一下這位置到底好不好 如果以我自己的觀點啦 因為這邊就是有 好像做了一個這樣子一個 頭嘛 然後下來 這邊有得到支撐 這一次有得到支撐 所以基本上他的 走勢 到達了一個盤整盤 盤整盤 可能近期沒有在草這些個股 進行盤整盤 所以會不會在這邊打底 然後 或或或或或或之後往上走 有可能嘛 對有可能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走了 一高 又一高這樣子 所以 整體呢就是這樣去看 他跌破了嘛 那目前就是 在一個非常非常低檔的位置去 做盤整 非常非常低檔 非常低檔位置做一個盤整 那 我們這邊看其實就是能夠越過160 可能就是 已經好事 整體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 然後要加折吧 加折 我們如果 先從周線開始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我知道他的這個 營收好像非常好啦 不過 如果價格買不好 那可能就還是 非常慘 因為 這一波上來有可能就先行遇到壓力啦 那壓力的區塊大概是 775到 725左右 775到725 那主要抓這邊的高點 那如果說我們 抓這邊的 也是啦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看的方法會這樣吧 突破 馬上回撤 這地方應該要做反彈 不過沒反彈 他反而跌到了 725 的地方才 有反彈上來 所以 周線級別是這樣看 那我們看一下 日線級別 日線級別呢 大致上就是 這邊 725 然後 那時候我是抓到 7 7 750嗎 7 7 我們看一下 喔 對 忘記了 我們應該看那個還原 還原的話才是 750 說不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還原的周線 因為看還原感覺還蠻準確的 所以說看還原 那還原的支撐大致上是落在 一樣600 一樣600 然後 恩 往上拉一下 到這個位置 大致上 對啦 750 所以 沒什麼問題 就是750 這地方可以去過去的話當然是好事 那其實就是 725到750 這一塊 是 壓力 就跟跟跟跟那個位置 減個25塊 差不多 那沒什麼太大問題 反正就是 目前呢 如果 從底部 畫一條上升趨勢線 他這一根強勢回來 對不對 7月11號強勢回來之後 基本上 週K級別是守住啦 那這一根站子 我也把它納入 讓他守住 所以 只要他能夠 持續在這邊 在那邊 無聊這邊盤整 那最終會應該有機會是被 上升趨勢線 給他上去 所以整體應該是 比較偏多頭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對 因為如果說他是到 跌破這地方反壓 然後這樣下來的話 或是說他後面這邊這個區塊是有 上去然後跌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的話 我會比較 就直接不把這條線 當作是一個 重要的線 那目前看起來是 還OK 所以 還是能夠期待一下他後續去 漲過去 好漲過去 我們看下一檔吧 星星 星星其實 也沒什麼特別 因為目前看得懂的行情 其實說真的就 蠻 蠻少的 蠻少 那 呃 其實那時候 做解盤的時候是 複盤的時候稍微講一下 有可能來到一個 相對應的壓力 那剛好是 166 那這個166其實在我們之前過往的時候 也是嘛 就是 這邊是一塊 疊下來 疊下來之後呢 反抽往下疊 反抽往下疊 之後 疊上來這邊的時候 反彈到這邊的時候 突破 那當時候也是應該要做回撤 然後 拉高這邊就做出場 不過 基本上後面這邊就跌破嘛 所以說如果沒有跑得快的人 基本上會死掉 那 死掉有關係嗎 在這一波行情裡面 如果說你是照著這個方式的話 應該是沒啥太大的關係啦 因為我自己基本上是在這個位置 現在手上的石油多大 這個位置做現場 那 在這個位置 166這個位置 我們就是看支撐壓力嘛 這個就是買低賣高的秘訣 股市不是都這樣 啊 股市很簡單啦 告訴你就是買低賣高啦 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 先做一個區間嘛 那 之後這邊先得到一個大致 1045%的獲利 後面呢 你就 持續放嘛 如果說他跌穿了 我應該會做出場 對就是 簡單的看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如果後續往上突破 那我會賺到多少 那如果說跌下來也不要覺得 很歐啊 那目前看得懂 大概166 如果說你又傻傻去追高 那有可能會 短套啦 那 目前你說是不是維持在一個多頭的行情 短線上應該是 我們來看一下他能夠畫出去的線 有點難畫啦 因為他沒有戳下來下影線 所以說有點難畫 大致上這樣畫 大致上這樣畫 畫一個角度 如果說後續能夠 再這樣子 這樣子 當然我現在是做多的 所以說我會 就覺得他 應該是 要突破了 應該是有機會突破 但 這個就是 已經完全不偏總力 所以 我基本上都是說 這邊是比較偏空 不考慮 那 突破這邊回色 考慮嗎 也不考慮 為什麼 因為 基本上這邊盈虧比 也不是 太好 10%不到 其實就 不會想要去特別 覺得OK 那你寧願買 買貴 買貴 買貴一點 那你也不要去買便宜 然後去備短套 還有帽連吧 帽連就一樣 那時候有大致上做過講解 然後呢 就是 在這兩天吧 那我不知道問這一檔的 是觀眾嗎 是這個IG的觀眾嗎 不知道是同一個 我記得大頭雞是一個男生 那 如果說有的話 恭喜啦 稍微有點小雜 反正他本來就是 慢慢漲 那那時候其實也說 上去 這樣子是10%的 獲利 所以我們整體要看怕數 而不是看 賺幾塊錢 那沒有意義 你買個1000塊 然後你賺個 賺個10塊錢 就覺得自己好厲害 好棒棒 結果才1% 對你丟1000萬 不是1000萬 100萬下去 然後你才賺個 10塊多少 1萬塊 然後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結果咧 如果你丟到別的地方 他整個盈虧比是 更加完善 更加完善 更加好的話 那當然就是買別檔 這檔就不考慮 那目前其實沒有特別看法 沒有什麼特別看法 因為 那時候抓就抓這樣子 所以就看他怎麼去震吧 去震 他有很多頭嗎 我覺得 以他這些雜亂的 可以先看起來 應該也沒有到非常多頭吧 我們看一下 如果畫三層趨勢線的話 他也沒有回測到一個 很低點的位置 對 是 我覺得啦 如果說他能夠回測到這邊 我會比較有興趣 就是說這些 大量的 也不是大量的 這些下影線下影線下影線 然後剛好是三層趨勢線的位置 當然這三層趨勢線 並非百分之百正確 因為 我是有一些穿線的部分 只是拿來看他一個 多頭的一個力道 這樣子 對 略過 然後看一下 安吉 安吉我也是每天看 看什麼 看他五六塊會不會越過去 五六塊也是講了好久好久 之前也是講過故事嘛 在這邊空 然後這邊回補 然後這根 好像不知道被誰洗上去 之後隔天爆點 然後我自己是沒有參與到這根 那這根 講這樣子我也不會去高空 說自己超屌超厲害 我空到這個位置 這樣子 吹噓 沒有 沒有 應該只有當衝做得到 你是用那種5分K啊 或是那種 15分K 30分K的人 可能在高 高的地方空 然後可能真的有辦法放一個長波段 那我自己是沒有那麼強的實力 目前是看五六到底 殺死後要越過去 對然後 目前的看法是 這個兩根就把他當作是一個假跌破吧 因為目前太陽能好像也有 要蠢蠢欲動草一波嘛 元金就先打第一槍 然後 上部影片有講國獸嘛 國獸表現也不錯嘛 可是也是到達壓力區啊 跟我們安吉也是 所以目前的情況 我覺得可以等待 突破 可以 因為目前在三角收斂 你突破 那回撤 回撤到這裡 就可以考慮 或是說回撤到這裡 考慮 跌破可能是這樣子吧 當然應該不會忍住跌破的盤 所以我們就先看多吧 那我還是會把這一根的大量當作一個警惕啦 可能就是 下的單就不會那麼大 因為可能上漲的力道可能也不會那麼大 我們都先 先講好 那先看一下大將吧 大將其實這一檔 如果 對 因為他那時候看他一小格 不過 如果說真的抓一個很小的趴數 基本上就是被 洗盤洗掉了 那時候抓的 支撐呢 支撐壓力是抓21.5 不過確實就是 可能真的抓錯了 可能真的抓錯了 然後目前的看法是 向上移吧 向上移 他不把 這個 那時候抓的21.5當作壓力 他反而把 這邊這個位置 當作是 壓力 大概是22.5 所以 目前價格 在這邊做震盪 我就這樣這個區域下去看就好 那看這個位置有沒有辦法再往上去衝 往上去衝 那其實他也是蠻雄的 我常常看到他 常常看到他是在掌停板的狀態之下 常常看到他 因為我自己 每天看就很有感覺 是 在掌停板的 這個裡面 那他目前維持在多頭 應該算是 應該算是 一樣簡單貼一條三針趨勢線 那最好都是買在 線跟線的 這一個 交叉處 或是說 這個 枝間啦 最好是買在這個枝間 當然 線一碰到 當然可以存進場 那目前就是 看法應該就是 再來就是 跌破線的話 就會出場 如果說這邊有興趣的人 自己去抓 這個 賣掉的地方吧 看一下萬海 萬海的話 目前 說真的 真的看不到 對他 往上漲 他走的是跟長榮 楊敏很不一樣 那原本是 長榮比較看得懂 然後後來長榮跟楊敏 往上漲一波嘛 所以說 萬海 我覺得 一些 航運股 大家還有在觀察嗎 我自己是 沒什麼在做觀察 那看他的支撐 你就先看 可不可以守住100塊吧 那100塊到 他的前高點 107.5 上去 銀龜比 這個範圍區間銀龜比 很差 大概7% 除非說你的 這個 停損抓2% 如果說可以 你到98就砍 那當然你這邊 可以考慮做進場 這個 這檔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覺得 應該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行情 結果楊敏是 貼合在一起的 真的 楊敏 那我們這邊講楊敏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個股 好看一下楊敏 看一下 就是說 對 他守住了嘛 然後 壓力確實就是在他 這邊上來的高點 所以說 92.5這邊一直卡住 反正抓92.5到93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 那時候也有說啦 今天昨天都不會想考慮 因為 這邊上去銀龜比很差 我認為他這一波 要再上去這個位置 應該 都先覺得說不會那麼好 因為我們在過程當中有看到壓力的話 都是值得需要去做警惕的 所以 都直接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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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掠過 都掠過 就是 簡單說啦 你可以 跌到這邊再去做電場 如果你可以的話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 你就 在這邊 再做電場就好 這邊都不要做考慮 除非說要突破 突破你可以考慮 那 突破的話 一併突破這個 黃色的這一根 看價格吧 如果他慢慢往下跌 剛好在這邊區域 可以考慮 看大宇之吧 大宇之這檔應該也是看不太懂 線 在那邊穿來穿去 好 好那大致上看一下 好那把線稍微上一上 減一減了 發現了他的支撐 我又看錯了 基本上看這兩根 看這兩根 因為後面行情走出來 看這兩根 的底點 然後把這地方框起來 當作是他一個破底翻 兩根下去 第三根下來 一個 一個結構 然後 然後 基本上在79 所以我們目前就看 像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看起來是 被下山趨勢線 所壓制的 這邊被壓住 這邊被壓住 所以 如果說你 很擔心 上不去的人 你可以等待 這個下山趨勢線 走過 那如果是你完全不擔心的人 那當然這邊 或許是這一波裡面 一個不錯的進場點 藍紡織最後一檔 最後一檔 紡織纖維 我們看一下吧 我們先看周線吧 看一下 目前在走一個盤整盤 多頭 還是空頭 都先 這樣去畫起來 目前呢 他是有在這個區塊開始有發現他有點 就是 上下震盪開始變少 那當然這個區塊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在反彈 對我們現在大盤就是在反彈 你要說他 很差很差跌到哪邊去 應該也很困難 是會爆一些什麼 像爐心啊 或是之前那個 潤胎心 潤胎拳 那種 是什麼 營收 怎樣怎樣 事件比較 有機會往下跌 所以 你要把這個地方目前看作是他 走一個 周線級別 一個比較大級別的 一個 下跡形態 那當然 也沒問題 那我們 大致上抓一個位子給大家 大家大致上這樣 對啦 前高點先過嘛 前高點先過代表他的趨勢 是OK的 那前高點大概是20塊 那20塊突破你回測 這邊可以坐進場 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說突破了那時候呢 就是你要看日先去操作 突破那時候你可能是20.5 坐進場 然後回測這邊都可以考慮 去做加碼 那是做 兩單就好 突破坐進場 回測做加碼 這樣子就沒了 這樣子沒了 就不能再做加碼 那再看他可以走去哪裡 那基本上 壓力就是 大致上抓給大家 就是25塊 整個盈虧比大概是 10 20 大概25塊左右啦 如果說20塊做進場的話 好 那我們的這10檔又結束了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按下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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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